那題型就怎麼說的 好 題型六給你的條件這樣子 他說我給你題目給你某兩項 那要求另外一項 像這樣子 比如說這一題有沒有 他說 我告訴你第五項是23 第八項是35 那要求第20項多少 好啊這題目怎麼算 來 第一項幹嘛你猜 寫寫公式 寫寫公式沒有錯 an等於ae加n-d 先寫 好那題目說第五項嘛 那題目在幹嘛什麼意思 A5吧 A5等於什麼 A5等於A1加 4個d吧 對不對 好那題目說A5多少 A5 23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23等於A1加 4個d 會嗎 不懂舉手 可以啦齁 好再來 題目說第八項等於35 所以代表A8等於什麼意思 A8 A8等於A1加幾個d 7個d 7個d 請問你A8多少 A8題目說的 A8就是35 所以35等於A1加上 7個d 好這個是第一次 這個是第二次 你猜我要做什麼事情 減低地方乘4 會啦齁 因為這裡是A1A1 超好算的吧 好我們就拿2-1就可以了 來 第二次講D4 下面往上檢 來 35-23多少 12 A1-A1 不見了 7d幾到4d 3d 3d 所以d出來d多少 4d等於4 那A1也應該出來了吧 A多少來 這也是4吧 4是16吧 16一過去是-16 23-16 7 所以A1就是7 所以我知道首項是7 公差是4 會不會 好 所以第一小題題目問說 首項多少 應該很簡單 首項就是7 不難 會來齁 那第二小題咧 他問什麼 第二十項 來 A20等於多少 A20 A1加9個d 19個d 好 所以A1已經有了 就是7 加19個d d是多少 大概4 對不對 這多少 他有沒有知道的 19乘以3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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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7 83 83 那就是你答案 會來齁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只要能夠知道首項 能夠知道公差 答案就一定能夠算出來 在公司就可以了 會來齁 好 這個你自己寫一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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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潰